让我们一起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那时候的本间小天使还很嫩 在镜头面前也不爱笑 36岁年轻俊美的本间老师 投一回上节目 遇上的就是一家超级家常的房屋 作为常屋的鼻子 有多离谱 这么说吧 这个家能50米赛跑 工程县工崎家 房子正面乍一看 还挺正经 侧面一看 横跨五六栋房子 真是横看乘风侧城里 别骗我了 这一定是一辆火车 之前工崎家开了一间店铺 老头子寄了以后 大儿子继承家业就搬去城里开店 剩下工崎老太太自己住在这 每天送货的小哥来一趟 工崎老太太就得走一圈 来来回回就是女生 再能跳的老太太也招不住 听说这里有老人 那个男人他就出现了 安全住宅空间的探索者 本间柜师顶着这个名号就是一辈子 一到现场勘查 情况比想象中还严重 这房型都这么长啊 大门还开在最头上 前半部分空间都拿来堆货物 后面是生活空间 看得出来这家人还是努力过 中间有个硬盖上去的客厅 要不说是硬盖 地板都高出一大截 老太太爬上爬下又是个问题 最危险的往往不是这种明显的落差 这种小台阶才是最容易绊倒的地方 老太太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 客厅和楼梯中间夹着这家厨房 这块问题就很简单 关了灯就摸虾 做啥菜呀 饿着吧 要改造的是一楼 但看了一圈本间就上了二楼 帅气的脸色更难看了 只见两边的墙壁紧紧黏在一块 像两个刚在一块的小情侣 中间一点光也透不进来 难怪一楼却黑 侧面还有一扇神秘大门 到了晚上老太太就打着手电筒 从这开门出去 鬼鬼祟祟地跑去上厕所 这家唯一的厕所被孤立在外面 手电一照还是水泥汗厕 上厕所就得出门 出门就得走这段路 不管外边是十级台风还是九级暴雪 谁也不能阻挡老太太上厕所 晚上起夜就打着手电壮胆 不知道夜里能不能听见狼嚎 走到最里面还摆着最重要的菊花 这是老太太从丈夫的葬礼上拿回来的 每天一想她就看看这盆花 培育得十分用心 长出来十二颗花苞 老太太一个也舍不得掐掉 女儿还是第一次听说 得亏自己没动这盆花 看着这一整条屋子 本间心里有了打算 宫崎家比较拮据 预算只有七百五十万日元 相当于四十七万人民币 又是一次倒贴的改造 那时候的搬家公司还不是零一二三 家里搬出许多木盒 还以为是什么值钱的手势 原来是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的装饰品 这个家搬完就开始拆 有关店铺的一切都在地上 老太太在一旁唱起伤心太平洋 这时候的本间还能抡起大锤 年轻时候是真实 墙壁锤掉 天花板拉掉 外头的旱侧也拆除 室内露出原本的钢骨结构 本间抬起头露出清晰的下河线 偶像剧的业务是从这里开始的 框框跑上不需要改造的二楼 扛起电锯切起地板 拆完露出水泥板 为了一楼的阳光 二楼就算是核弹也给它造了 电钻用完换电锯 这房子是真结实 本间想要的楼中楼开始了 中间的主梁不能动 本间又一个鬼点子涌上心头 小天使蹲在大门口做材料 把带员的木板安在梁上 那时候还没有新风系统 本间就亲手做了一套 点了根烟测试一下 第一套自创新风系统成功 接着是一楼无障碍地板 室内还是搭高了一层 做出一层合适 小天使亲身测量 这个高度正好让老太太坐下来 无障碍空间由此开始 第二天本间出现在木工厂 这块摆着老太太和丈夫 躺了一辈子的床 唯一能感受到丈夫的温暖床铺 老太太很舍不得 本间想着这玩意不得供起来 一番改造后搬回家 由她亲手安装 床面贴上透光纸 两侧安上木板 直接立了起来 内侧装上一层层玻璃 再把老太太的架装 做成一个个抽屉 安在这张床边上 拿出老太太珍藏的瓷器开摆 摆完就是这么个样子 不知道抗不抗地震 那就让老头的灵魂去保护他们 这条长50米的房子改造完成 外观变成了原木风情温暖的住家 走过本地特有的雨花石 镜头是新座好的大门 玄关到室内没有断叉 侧面是一排坐下来穿鞋的椅子是鞋箱 短跑跑道焕然一新 变成可以整个打开的厨房 新座的客厅宽敞明亮 与室外相连 摆着老太太的旧桌子 底下是温暖的角炉 房间与厨房相连成一个完整的空间 位于系统在这个家的中间地带 厕所安有地热地板 另一边是明亮浴室 越过浴室能看到这家的新空间 没错 这是一间新的庭院 本间在改造过程中发现了一口废弃的水井 重新修缮以后能继续使用 正对面是老太太的花和浇花水呢 从餐厅内部开了个椭圆形的洞 随时都能看见庭院 连上楼的阶梯都一并改造 中庭透光清晰 新风系统穿梭其中 最里面的房间变成老太太的私人卧室 地板选用弹性好的木板 贴心地准备上床脚踏板 房间正对面就是关于丈夫的全部回忆 每天看看多是一件美事 另一面是落地窗 外头做成了一处内花园 浇水的竹篓是本间亲手制作的 用白花木做成的走廊 掏了一个洞 这地方专门用来放那盆菊花 现在已经完全盛开 在预算内本间完成了节目第一单改造 母女俩回家验收 老太太捂着手不敢相信 真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新家居然能改造成这样 桌子暖炉也很满意 探完菊花就去给丈夫上了三炷香 拆家时的悲伤荡然无尊 现在能这么开心全托小天使 一家人聚集在一块吃饭 身为女儿理所应当要继续照顾母亲 老太太每天没事就去看看菊花 看着新房子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开启第二车 这可能是有关本间老师的最后一个 阿怪求个三连不过分吧 我看到我一谈吧 不过有 Bir文化的婦